嗨,小朋友,我们今天来写个词 题目是阿bang Saya,我的哥哥 我们来看第一段 Saya mempunyai seorang阿bang 我有一位哥哥,我们要用 mempunyai 不可以用ada,ada太老了 我们要用 mempunyai 第二个句子 这个是我给的咯,你们可以改 所以我哥哥的名字,名什么名,写下来 然后呢 他今年13岁 她是一位阿那苏龙长子,就是最大的孩子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所以介绍完我的哥哥 下一段 这是他的学校的名字 接下来呢 如果我告诉他什么,他都会静静的听 然后开导我 所以呢,他是一位很好的 Okay,下一段 阿bang 他会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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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他会帮助我 他是一位亲切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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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朋友 参在一起 接下来 我的哥哥是一位聪明的人 他能够 很优越的成绩 在这个 大号的U 大号的P 大号的S 和大号的R 所以简称就是 UPSR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然后呢 我的感想是 我很开心 因为呢 有一个哥哥 好像他这样的哥哥 Saya sangat sayang akan abang saya 我很疼爱我的哥哥 OK 所以这一篇呢 是关于abang saya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们还可以写多一篇 关于adik saya 是类似的 OK 加油啊 不会的 可以问 谢谢你们 拜拜